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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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 澳洲也是最早期的一个地方 美洲也是 加拿大 美国 所以大家会看到 所以这25% 大家看了之后 大家要留意是这样 好了 而在这25%里面 究竟香港占多少呢 按照我们上次和Rivette 她谈论 即是People's Red那边 她谈论了 香港其实占个比数 在整个亚太区里面 Foundation去考试 去上课的人 是多了很多 是比其他的国家 是多的 好了 再去回答刚刚 我们问的这个问题 就说 有移民前 很多人说移民 香港的确是有很多的朋友 他就说想explore一些新的地方 他们做事 或者生活 这个我们这一年都见得到 所以就说 大家就说 OK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现在 考完试才去移民呢 那这个我当然 就会encourage大家 就说 应该是在香港考了试 才去 那为什么呢 第一 香港呢 我们现在 你在香港熟悉 香港的环境 在香港上试 用回广东话 来跟你上试 那你是容易吸收很多 是吧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呢 那第二个呢 就是快点 在这边考了试 好过你去到那边 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又要找学校 又很多要设计 是吧 可能有很多朋友 他们带着那些小朋友 一起去 又要照顾小孩上学 那样 那你哪有时间 去做那么多这些 又要考试呢 所以香港做了先 是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那个价钱 那香港其实相对来说 我们上ITL的class 是比外边 在外出呢 是很多的 我们说的是可能30% 或者以上的价钱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在这个价钱的话呢 就是Cornstone 现在呢 他们有一个RTTP 是吧 有RTTP 也都可以帮到大家 那这个RTTP呢 就是可以 政府可以reimburse 三分之二的上堂 考试的费用 是吧 那所以呢 就这个是一个 非常之重要的元素 那另外一个呢 那当然 那我们也要买一下高白了 那意味着我们Cornstone 这个上堂 Cornstone上堂 第一个passing rate 非常之高了 我们去到有成95 98%的passing rate 第二呢 就是说 在我们这里上堂考试呢 我们会有一张 hard copy sert的hard copy 那在很多的 香港很多的地方 他们上堂呢 就没有include到这个hard copy 那这张hard copy呢 那个价钱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你上堂 你或者你考试之后 你想印一张hard copy 那里是要几百元的 就是几十元美金 才可以做得到 那样东西 那在我们Cornstone 这个class 就这些所有东西 都已经包在里面 那所以我是 如果大家的同学 会问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我就会highly recommend 就是大家在香港 做了这些东西先 那你会有一个peace of mind 考试过去 那你已经立刻找工 你就算没过去 你都可以sending resume 给别人嘛 对不对 好过你的 resume 又不够 尤其是在Europe 英国 荷兰 ok 一些很多欧洲的国家 他们是对于ITL的requirement 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另外我想提提 ITL是哪里开始呢 是由Europe开始先的 是英国开始先的 所以你会看到 啊 为什么那边是这么重要呢 而在亚太区 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澳洲 那也有很多朋友 同事啊 他们是希望去澳洲那边 那所以大家也明白 我actually back in 去回 006 0506的时候呢 我负责一些ITL的process 在澳洲呢 其实一说 在那时候一说 他们已经知道是什么 ok 他们已经有那个requirement 所以这个呢 我都是很想跟大家 就是分享就是说 啊 为什么如果你要做IT 在香港应该效了这个事 然后才去其他地方 那你就真的会着数很多 ok thank you